Demo 这个Demo表示举例 为什么Demo可以表示全面肯定又可以表示举例呢? 其实是前面的东西不一样 疑问词加了Demo构成的肯定句是全面肯定 而这里呢,是一般的名词加上Demo 因为有疑问词加上Demo 所以我们表示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子 而一般的名词加D表示范围 加Mo表示还有其他 我们解释为表示举例 为什么表示举例呢? 举出一个最一般的情况 通常拿来做邀约或者请托 告诉人家说 如果还要再高一点程度的也没有关系 连接上名词加Demo 有些时候会看到名词加助词加Demo 这些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 Demo可以代替了 Ga、O、Wa 但是不能代替其他助词 其他助词必须留下来 我们看一下例句 お茶でも飲みましょう 要不要喝杯茶 为什么叫Demo 本来可能说 お茶を飲みましょう 我们来喝茶吧 人家可能说 我不要喝茶 那么我加个Demo 要不要喝茶 还是其他的 当然都没问题 コーヒーでもいかがですか? 要不要来杯咖啡啊? 这个Demo代替的本来应该是 哇 コーヒーはいかがですか? 咖啡怎么样? 人家可能说 不行 我胃痛 可是加的Demo 就是告诉人家说 除了咖啡以外 你要其他饮料 跟我说 也没问题 Hotelのロビーででも 待っていてください 请你在饭店的大厅 之类的地方 等一下 ロビー 饭店大厅 等人最恰当的地方 加个Demo 告诉人家说 其他地方 当然也没问题 你要去饭店的咖啡厅 还是哪里的 再来 ロビー后面的D 本来就会有一个 动作发生场所的D 因为动词是MATS 再加Demo 我们会看到 ロビーでDemo 句子没有错